- 歡迎來到逆之奇玩遊戲圖踏上你的旅途 大家好 我是你們的導遊阿逸 FF7 Rebirth 中最強的裝備需要花費最長時間拿到 只能夠在故事結束之前才得到 今集我會介紹一些終局的裝備 還有可以秒殺敵人的技能 這個頻道除了會以不專業的角度為大家帶來不同的遊戲功力和資訊之外 還會解答觀眾一切的遊戲疑難 幫到你的話不妨給個Like、Share出去和訂閱這個頻道 最後留意Facebook和Instagram可以第一時間知道更多頻道的動向 我們由魔精石中毒和石化開始 先講一下石化魔法地錘 不管敵人的HP是多少 如果他的石化計滿了就戰鬥不了 做到秒殺的效果 你可以用地錘令到敵人加快力揭 同時當你對敵人造成傷害的時候 石化條都會增加 另外吸魔這一類的技能 都可以進一步增加石化計 所以艾莉絲很適合令到敵人石化 他只需要在用地錘之後再放多幾次吸魔 就能夠立即將整個石化條填滿 令到敵人無法戰鬥 另外你也可以將中毒和石化魔精石和抗性魔精石結合 當敵人對你用這些效果的時候 你就會有抗性 而當抗性魔精石去到三星的時候 還會令你對石化和中毒完全免疫 另外地錘對於任何防禦的敵人都是很有效的 所以每當你無法用普通攻擊對付敵人的時候 用地錘就會立即令到他們硬直 然後你可以盡情地對他們造成傷害 除此之外 我們還有塞特拉護備和塞特拉護身符 他們是遊戲中最好的防具 提供8個魔精石插槽 以及有很好的防禦力 你可以在第13章中拿到 當你進入了北面的神殿的時候 在生命之室第二層的這個位置 有一個裝有護身符的補箱 之後來到回生之室第一層的這個位置 有一個補箱 裏面就是護備 然後我們就談談真正的中毒裝備 原始裝備 包括護手、儀式和戒指 通過解鎖吉爾加美集的戰鬥 以及打敗所有敵人拿到 為了要跟隱藏BOSS吉爾加美集戰鬥 你需要完成地圖上28個古代物質的調查報告 解鎖吉爾加美集說 位於地圖的東北面 所以你需要搭小野馬去這個位置 和召喚獸戰鬥 我們快速看看可以解鎖什麼裝備 其中一個就是吉爾加美集魔精石 它只有一星 兩個能力都需要兩架ATB 撫除擊會跳起然後用衝擊波落地 敵人力揭的時候還會提升傷害 而風車會旋轉武器 造成持續傷害 當它消失的時候 就會用究極幻想 造成大量傷害 原始護手就會被你突破9999的傷害上限 如果你有好好配裝和利用敵人弱點 就可以打出非常高的傷害 原始意識增加15%敵人受到的傷害 但是敵人受到的傷害都會減少15% 要製作原始裝備 製作技能需要達到16呢 升級到最後你會需要黑暗物質寶珠 因為最後6個配件會用到 有6個位置可以拿到黑暗物質寶珠 開放世界的第一個位置 是在科雷爾蝶下區 完成困難模式的沙漠強襲 但是你只需要得到中級 就可以拿到3個黑暗物質寶珠 第二個位置是在夏珠樂玩海豚衝刺高級 同樣拿到3個黑暗物質寶珠 之後的黑暗物質寶珠 我們要去金碟遊樂園的六行鳥廣場和奇蹟廣場 但是要主線去到第13章 在六行鳥廣場我們要完成高級的黑假達杯賽 最後在奇蹟廣場完成G摩托車專家模式中級 以及在3D鬥士打低濕婆 各自都能夠拿到3個黑暗物質寶珠 製作好配色製作技能升到16L之後 你還需要6個隱藏敵人的部位 而且只能在黑魔拿到 收集素材之後還需要海盜王泥祖 最簡單的方法是在第12章 當你回到太陽海岸的時候 會看到碼頭上有一個寶箱 跟它互動會觸發劇情 之後找4個海盜遺物 第一個位置是在貢家家的東面 有兩個位置是在科雷爾的東北面 最後一個位置是在珠樂 你需要利用小野馬移動才可以拿到他們 製作海盜王的羅盤之後 每當在海域移動 它都會指出漂流箱的方向 找出海盜王泥祖 完成之後便能夠製作原始裝備 除此之外戰鬥模擬器都會有挑戰出現 只能夠在黑魔完成 還會得到其中一個最好的獎勵 珠神黃昏 在戰鬥一開始的時候便用到極限招式 戰鬥裡面還會逐漸增加極限量表 今集的影片就來到這裡 之後會有更多FF7 Rebirth的影片 不想錯過的就記得訂閱了 有什麼問題在留言問我吧 之前記得按個Like和Share出去 我們下次旅途再見 拜拜